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卡 总部位于西班牙名为保护卫士的所谓人权组织 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报告 指责中国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在海外追逃 并遣返回国的罪犯中包含大量政治异见人士 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 而且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司法主权 该组织呼吁各国与中国停止围绕引渡的司法合作 必须只说保护卫士的这一指控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 赤裸裸的站到了痛恨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它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反人类的邪教组织 然而不寻常的是 这个在西方并非影响很大的人权组织的报告 一出来很多西方媒体立刻跟进报道 显示了黑中国在西方有着巨大很不正常的舆论市场 众所周知 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是中国反腐败 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他们自2014年和2015年启动以来 形成了数千名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人员被引渡回国 或者他们自己回国自首的重大成果 挽回了数百亿经济损失 对潜在试图复安外逃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保护卫士如此为那些罪犯辩护 用意识形态扰乱基本是非 莫非那些贪官向他提供了资助吗 老胡要在此呼吁 在西班牙的正义人士应当对保护卫士进行反指控 推动查他的账 看看他花的钱里面 有没有贪官从中国带过去的赃款 另外还要推动查一查 西方舆论中攻击中国猎狐行动的那些极端声音背后 除了意识形态偏见 有没有利益关系是否本身就存在腐败 中方人员去国外追逃 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得到案犯当时所在国的支持与配合 如果中国追逃人员采取的行动 触犯相关国家的法律 对当地秩序构成破坏 那些国家不可能没有反应 但是大家看 迄今为止 只有美国等极个别国家的政府 对中国猎狐行动表达了意义 发生了摩擦 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追逃 抱以积极态度 美国抓过五名配合中国猎狐的当地人员 这在世界上非常罕见 美国欢迎中国贪官把他们掠取的不义之财 从中国带到美国去花 促进美国的繁荣 这种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在西方有很多挺有名的中国异见人士 大家看 他们有谁成为了抓捕目标呢 光是在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跑过去了一批民运人士 之后呢 又有一群法轮功分子 还有一波又一波 异见人士也出走到了那里 现在的问题呢 常常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呢 想回来得不到允许 中国反过来要抓他们回来做什么 那名维吾尔族的热比亚 还有所谓的公民律师陈光诚等 他们呢 都是中国政府允许出境的 毫无疑问啊 保护卫士在睁眼说瞎话 而西方舆论如此好骗 也真是让人醉了